台北市中正區這名男子他喝得醉醺醺的 跑到大馬路上沿路大聲咆哮 騷擾附近居民 當時還有剛剛放學的小朋友站在路邊聊天 也被男子嚇到紛紛閃避 民眾報警處理 後來員警也找到了這名男子 他看到警察突然間放聲大哭 他說自己壓力好大 男子喝得醉醺醺坐在路邊胡言亂語 被盤查時還打電話搬酒瓶 我發生什麼事 沒有壓力太大了 生物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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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給我一個了 我沒有驗腦 主見男子突然大哭說自己壓力真的好大 員警雷芒安撫但問他問題 疑問三不知 男子跟誰住在一起啊 我忘記了 忘記了 我忘記了 不要傷心啊 事發在台北市中任區 原來稍早前男子喝醉 在廣州街沿平南路附近閒晃 也不管有沒有來車 他直接穿越馬路 沿途大聲咆哮騷擾附近居民 而當時正好是放學時間 男子失控行為 嚇壞路邊正在聚集聊天的小朋友 紛紛閃避 隨後員警也到場處理 步行叫囂知老學童居民 副調閱相關監視器確認男子動向 釐清案情後 據以調查偵辦 酒醉情緒失控 男子騷擾脫序行為 雖然沒有傷到人 但已經引發居民恐慌 記者程楊文豪 台北採訪報導 展示了 財採訪